国所代表国家 有他的责任 应该维护国家的尊严荣誉 我已经责成教育部体育署 做相关的处置跟规划 院长说重话动傲落幕 但黄玉廷穿中国队服的风暴止不住 府院要教育部体育署尽速讨论惩处 他也说了他常常讲话不经大脑 他有他的想法 亲亲看就是了 他干嘛是积极如律令 非要追杀他不可能 真是无聊了 国内放了这么多大事 疫情啊鸡蛋不够啊 所以这个小女生穷追猛打 中广董事长赵兆康 脸书发文 要总统院长助手 说黄玉廷只是个 没有政治概念的运动员 要孙贞昌不要大动干戈 否则显得他机场鸟肚 拿黄玉廷杀鸡儆 比赛都已经比完了 现在才由孙贞昌院长 才由总统府这边 再大动作的来做追究 再大动作的来做一个究责 不要用政治意识形态 在选手没有得奖得牌的时候 落井下石 我们希望行政院能够拿出魄力 这是我们一直要求的 有很多国手在国际的舞台当中 然后死拼力拼的 就是要把自己的国旗穿在身上 那如果比较下 那是不是会对于这些选手 会非常非常的一个不公平 原本传出政府4月才要召开检讨会 但国内民意早已炸锅 6月中国成都世大运 9月杭州亚运 绝对不能再重蹈覆辙 黄玉廷赛后还跟中国选手手牵手 马上被中国媒体说 一个都不能少 呼吁赶快回家 恰巧成了统战大内宣 立委严拟 修法国家队教练与选手参赛办法 第15条 损及团队形象或是国家荣誉 最终可取消国手资格 如今黄玉廷脸书关闭 微博账号删除嘲讽台湾网友的贴文 府院积极化红线 要运动员稍微有点政治敏感度 进行王震监玉玲采访报道